今天這位來賓來頭不小 因為很多中國大陸的朋友 都叫她 台灣來的珠寶姐 表示我覺得應該算是 為國爭光 而且她也很高 而且收藏的數量也不少 待會兒聽她來講她的寶物故事 現在介紹我們的超強大鑑定團 大千簡精明執行長 請思琳請老闆 大家好 珠寶設計藝術總監 內文良良老師 大家好 還要歡迎來自台北市的郭素素 素素姐 大家好 素素姐好 素素姐 你好 妳好 平常有沒有看我們節目 是 有 因為我們剛剛在講說 等一下 請見假 沒有問題 對 流程都很熟悉 而且妳知道 素素姐笑容很甜美 是因為除了很多 中國大陸的朋友叫她 台灣珠寶姐之外 我知道其實妳也熱心公益 做了很多的好事對不對 是 來 妳來說說 讓大家認識一下素素姐 台灣珠寶姐 這是大陸人士對我的一個封號 因為我之前常常 疫情前經常去大陸 然後我每一次跟他們見面的時候 我穿衣服的外面都會搭配一些珠寶 對 是 那久而久之他們就看到 他們不曉得我名字記不住 是 然後他們就說 就乾脆就 對 台灣來的珠寶姐 台灣來的珠寶姐 好可愛喔 是 來 那我想知道 什麼時候開啟妳的這些收藏植物 是從年輕的時候就開始賣 還是說什麼樣的姻緣際會之下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學美術的 然後對於美的東西就是 會有一種追求 然後看它漂亮的東西 算是標準很容易失清風那種 大概從多少年前開始收藏 大概三十年前了吧 長齡滿長的 是 長齡的時間滿長的 是 今天也帶來一些收藏 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一件一件來看好不好 來 第一件 很別緻 看起來是木翠嗎 然後像一朵花 好像蓮花 是不是 是 是綻放的蓮花 很別緻喔 對 所以您也喜歡 紳色的 不是喜歡紳色的 可是第一眼看到的時候說 那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對 結果他們跟我講說 這個是所謂的墨浴還是墨翠 墨翠 對 墨翠 它是說照光以後呢 它會變成綠色的 一朵蓮花 對 一朵蓮花 蓮花是出污泥而不染 對 沒錯 多少年前 入手多少錢 應該十幾年前有了吧 大概多少錢買的那個時候 大概 台幣兩萬塊左右 台幣兩萬元左右 小東西但是呢 雕得還滿漂亮的 是 大陸人叫你珠寶姐 是 其實大陸人的邏輯思維 我很清楚 是 因為我在那個 上海復旦大學讀過書 所以他們的邏輯是這樣 他覺得看起來很漂亮 然後很有氣質 很高貴 對 可是不知道拿什麼名詞 來形容 所以就直接就拿那個 比較簡單 容易了解的 就說 意記 對 那錢老闆那時候大家叫你 什麼哥有沒有 有沒有同學幫你說 帥哥 不是 我們同學都叫我老大 我還以為是大哥呢 不是 老大 當然年齡也比較大 是 那其實 在這個我的看法上 我第一次看到你 我就覺得說 你就是那種 不是 貴婦的貴 不是那個有錢的貴 是 這氣質 氣質高養高貴 因為你買再多的珠寶 帶在身上不見得貴 是 對不對 因為珠寶這個東西 它是一種附屬品 還是需要本身 例如說你看那個 核能電廠 它有發電 但是它必須要把電 拉出來對不對 所以它需要一些電線 這些是電線 對不對 所以你要有核能 就那麼強的力量 對不對 這叫貴婦 是 高貴 珠寶姐 這個名字我覺得 也恰如其分 好 這是一個墨碎 是 其實這個可能是一個緣分 是 對不對 你覺得這個東西 滿可愛你就買了 對不對 其實並不是刻意收藏 或者是說 要怎麼樣去保持 應該是不是 是 OK 好 所以我們來評估一下 好 實際年輕兩萬元 墨玉的 墨翠的蓮花 OK 好 來 來 叔叔姐 請見價 一萬八千元 差不多 是 墨翠 是 它本身就是 比較暗 比較暗沉 所以說 你可能需要一些燈光 這類的 所以在珠寶上面 不大合適 是 不過你帶著好玩 是OK的 這個還是OK的 很別緻的一些 謝謝 再來 我覺得叔姐很喜歡 花卉的樣子 玫瑰花耶 代表愛情耶 玫瑰花 然後是 珊瑚 對不對 人家說 花若盛開 蝴蝶自來 對 人若精彩 天智安開 是 這個是阿卡嗎 是 這是我們人生要追求的 對 我看叔叔姐今天也帶了珊瑚 廖老師你覺得 可是叔叔姐這樣子這種 很高雅的氣質 是不是特別適合帶 因為他今天也帶 他如果唱歌給我聽的話 我就說他氣質高雅 有條件 有條件 對啊 叔叔姐會唱歌 要不然的話 氣質好不好 要內外兼修 那如果說 以叔叔姐來講的話 大家老朋友的 我知道他 他非常有內涵 然後他領導力非常好 所以你認識叔叔姐 超久了 但是呢 早說嘛 但是呢 如果以珠寶品味的話 我就要評判了 怎麼了 熟人才敢說熟話 對 你看看這一件那個 珊瑚的胸針 對 其實這一件珊瑚 它自己本身是阿卡的品種 然後它的雕刻 非常的立體 非常的漂亮 是 為了不破壞它 結果呢 你覺得它造型是什麼東西 是玫瑰的蛙 對 它是玫瑰花 但是它旁邊的那個造型 是什麼東西 對 它沒有造型 它只是要 去做一個工具把它烘托起來 這樣而已 讓你能夠帶著 可是呢 那些也是花了那些錢 我們來看看一個 一朵花 我要保留它的完整性 這一朵花我都不破壞 但是呢 我要讓它生氣盎然 是 怎麼做 就好像是一顆 那個盛開的玫瑰花 那我旁邊再加一些綠色的葉子 紅花要有綠葉配嘛 它只是點綴綠葉在那個地方 這一整個花就跳出來了 第二個 就是讓它變成是一株 有形 就要很像那個物件 一朵玫瑰花 我就要有枝啞 都有了 完整 對不對 完整 讓人家看起來 這個當胸針 非常的漂亮 用這樣的一個形式來講的話 它比較利於不敗之地 是 利於不敗 這個設計的東西 有時候 你不一定要有太多 天馬行空的想法 最重要的是 它是不是能夠加分的效果 所以廖老師 這個胸針也是珊瑚的 我看你帶很多次 它到底要表達的意境是 這是台灣 這是台灣情啦 看到的是三個台灣 但是你外型整個 就是一個台灣 是喔 我現在終於知道答案了 因為你常帶 我還不知道 對啊 你看看 三加一耶 懂得懂 不用求一百分 是 九十九分就好了 是 尷尬你這個 還有進步空間 請老闆 那一分讓我來加就好 還要幫你加到一百分 等一下 阿卡珊瑚 對 然後玫瑰 珊瑚很漂亮 對 玫瑰也很漂亮 帶在一個很有氣質人的身上 加分 九十九分 蘇珊姐當初買多少 幾年前 很多年了 很多年了 十五萬左右 是 因為在七八年前 七八年前那個阿卡珊瑚 對 因為那個大陸人來台灣 所以暴漲 那這幾年就比較冷卻 是 比較冷卻 其實我 我去那個南方澳的那個 珊瑚博物館 我又再去看了一次 對 那個真的很漂亮 很多人可以去看一下 是 喜歡珊瑚 那就表示說這個人是一個 因為珊瑚它是一個有機的東西 對 有機的東西它隨時都是在變化 是 所以這個珊瑚的阿卡的 這個玫瑰我很喜歡 我基本上我會給它加分 這個很漂亮 這個真的很漂亮 那我們也來評估一下 來 評估一下 來 詩詩姐 像這一件 好像也是被推坑的對不對 朋友約著要喝咖啡嘛 是 就找來了一個賣珠寶的 對 提一個皮箱 對 現場服 其實也買了好幾件 那這只是其中一件 對 我們都在挑珊瑚大神 等你來開房 想開房插花摸一把嗎 我們都在挑珊瑚大神APP等你喔 來 這個珊瑚的阿卡的這個玫瑰 我很喜歡 我基本上我會給它加分 這個很漂亮 這個真的很漂亮 那我們也來評估一下 來 評估一下 來 詩詩姐 請假 二十萬 恭喜 很漂亮 尤其是代表愛情 那個素素妳結婚了嗎 結婚了 結婚了 有幾個小朋友 兩位 一男一女 也都結婚了 還沒 還沒 是 我們住在大安路的這個 年輕人都不想結婚 是怎麼回事 其實我女兒已經結婚了 兒子還沒結婚 兒子是哥哥 兒子女朋友太多 也沒有 緣分還沒到 還沒到 對 我覺得是他們的 我來補充一下 自由 詩詩姐妳那個珊瑚 因為我知道妳的珊瑚物件 非常的多 妳都怎麼保養 我通常我會用一種 就是那老闆送給我的 有一塊紅紅的 他叫我把它塗在那個布上面 然後再去擦 油啊 不是油 它是一塊紅紅的 我也不會講 來 我跟 有些人是跟我講說 叫我用那個什麼 嬰兒油 終生寶寶 我跟各位那個電視機 前面的朋友講 這是 珊瑚是有機物 它跟那個 珍珠一樣都是有機物 對 但是呢 珍珠因為是圓形的 你用乾的布來擦一擦 就可以了 是 可是呢我們的珊瑚因為是有 有雕刻 所以你擦了油之後 擦了任何的油啊 到最後 我們雕刻的那個深處 都會沾上灰塵 是 所以會越來越黑 越來越沒有光澤 那因為也是有 K金 香鑽石 去做那個檯子 所以也有人 想說那我K金已經氧化了 所以我用K金藥水來氧化還原 這個時候就會傷到珊瑚 所以只要是有珊瑚的物件 你只能夠用清水來清洗 只能夠用清水來清洗 然後用溫 溫的風 不要用熱風 如果是像我這個鑽石那麼硬 我用熱的吹風機來吹可以 但是如果是珊瑚的話 最好是冷風就好了 然後把它攤在那個自然光下面 讓它晾乾 就這樣就好了 陰乾 要不然的話 這個珊瑚 你沒有好好做保養 好 因為那個K金藥水的話 它很容易讓我們的有機物 產生化學變化 OK 好 所以家裡頭有這個珊瑚的藏家 都要特別注意一下 對 用清水就好了 要保養 再來喔 來看看 你看 接接高升 你看 寓意很好 而且可以當作像鏈墜子 也可以當胸針帶 對 很漂亮 又是兩用的 是 而且你看有紅 有綠 對 很大方 是 很漂亮 而且你知道素素姐以前是 獅子會的會長 是 是 所以呢 很多搶還需要的 台北市西區 是 通通是女生 對 已經有47的那個 成立47年 成立47年 是 所以您當會長當很久了吧 沒有 我十幾年前 十幾年前 是 是 當初是什麼點吸引到你 收下這個物件 其實這件物件呢 是我一個朋友設計的 對 那當初我在他那邊看到 這一件作品的時候 我很喜歡 對 因為我覺得說他雕刻了這個 白玉上面雕的這個竹葉呢 有象徵節節高升的意思 對 然後呢 又是朋友自己設計的 然後他又用了紅綠綠綠 因為很多人都以為 翡翠是一種顏色 那後來我是知道說 翡是紅玉 翠是綠色的 這邊有 有翡翠 對 有 是 還有 對 顏色非常豐富 而且朋友自己設計的 看了也有喜歡 當初入手架是 兩萬五 兩萬五 幾年前 應該也是十幾二十年前 也有一段時間的收藏了 其實這個寓意就很好 節節高升 沒錯 而且不需要 不要一步登天 一步一步來 節節高升 是 這個很好 穩扎穩打 腳踏實地 來 評估一下這個物件 來 叔叔姐請 請見價 很不錯 漂亮 是 也很漂亮 畢竟喔 再來看看這個戒指 本身也是感覺滿華麗的 小巧玲瓏 對 然後呢 它主要的這個翡翠 滿綠的 很漂亮 對不對 所以叔叔姐她很喜歡 我覺得滿有寓意的 的意思 你自己有沒有在戴 其實喜歡珠寶 大概會瘋狂地購買的 一段時間之後 就會慢慢地在冷卻下 所以你現在算是冷卻期是不是 對 因為買太多了 所以戴不完 對 那個時候就是你覺得算是 最瘋狂的時候 對 就是對那種購買珠寶 非常的有購買欲 對 我分析一下 因為我就是 在這上面耕耘很久了 是 一個女生 二十幾歲 她不喜歡珠寶 為什麼 她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深度 比較淺薄 她可能會注意一下 比較Fishing的東西 是 到了三十幾歲以後 她開始注重珠寶的這個東西 包含一些名品 到四十歲的時候 對 就開始買一些 從小一直買到大 到了四十幾歲 就可能要買到百萬 手錶買到幾百萬 一樣 是 那就開始買很多很多 買到超五十五歲到六十歲 什麼 乏了 不是乏了 是突然覺得太多了 太多了 真的 滿了滿了 對 真的會 你四五十歲 就好像衣櫥的衣服一樣 永遠少一件 尤其是出去參加一些 什麼樣的活動啦 聚會 說 很漂亮 我看不見 其實你家裡有 你忘記了 好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 這個我們必須要去探討 這就會發生 跟這個有關係 因為女生 二十幾歲的時候 在忙著 忙著打點 他自己的一些人生的一些 新的東西 對 二十幾歲嘛 花正開嘛 但是到了三十幾歲 四十歲的時候 人就開始沉澱下來了 有了先生 有了兒女 而且兒女慢慢也都大了 對 這個時候就會想到說 其實我們是需要裝點的 有點閒錢可以喔 對 你比如說Hermes包包 你叫二十歲的人拿 很醜 四十歲的人拿 剛剛好 這就是韻味 所以一個女生 不斷地買東西 其實是對的 並不是錯 可是如果說 你二十幾歲 拼命買東西 六十歲還在買 那就是錯 買珠寶 不一定要花很多錢 適合自己 你必須研究 做功課 什麼東西符合你 像素素 他有些東西 自己做一個設計 我覺得這就是好 對 不一定要一百分 像廖老師當然 因為他是專業的嘛 所以他跟你講的 當然是就一百分 但是你可能 九十九分就可以了 然後你自己喜歡 然後能夠襯托你的氣質 然後呢 能夠發揮你的智慧 這就是珠寶的魅力 是 對不對 清早館非常睿智 不是睿智 真的 講解非常好 我這個人 都跟你學習 我為什麼賺錢我很清楚 那蘇菇姐 當初你有說 大概在二十幾年前的時候 是你瘋狂購買期 對 那時候身邊一定很多朋友 都知道你愛買 所以那個時候有沒有 很多人就會開始說 我跟你講哪裡很好買 哪裡很好買 像這一件 好像也是被推坑的 對不對 是這樣 就是朋友約著要喝咖啡 是 那就在咖啡館裡面 然後他們就 提一個皮箱 對 現場服務 結果看了好多 它帶來很多 就其實也買了好幾件 那這只是其中一件 對 是 這個並不是被推坑 這個就是說 我們當時開始買珠寶的時候 我們的管道不多 除了去逛 尤其你看 尤其逛出口公司 對 如果沒有姐妹濤陪伴 你一個人去 你怕怕你知道嗎 很怕 就很怕被人家抬 對 所以你的管道不多 有的時候姐妹濤就是 聚在一起 腳底面說 不然你拿幾項 我們看看 對 這是一個管道 是 但是剛剛開始 一定是學習 要花一點學費 是 所以她不是可以坑 所以塑塑 我們兩個認識的時候 你已經出坑了嗎 你太晚認識她 已經跳出來了 對啊 她已經出坑很久了 對 不然你就會掛一家鼻子 還是會去找她 偶爾嗎 看到漂亮的霧姐 所以還是可以挖坑給妳 有機會 記得皮箱帶著 是 對 那約你喝咖啡 你皮箱帶來 天天來往那邊喝咖啡 你皮 她皮箱帶來 叫她帶現金來 對...沒錯 這一件 二十幾年前入手的 來 我們評估一下 我們評估一下 兩萬元購入 請借價 這樣我們看她有花紋 而且甚至還有蘇姐朋友說 她是藍珀 可是我看不到 哪裡有藍色 我們按燈看一下 我們按燈看一下 看她還有結晶體 有喔 裡面有喔 很風促喔 我之前以為她是綠色 今晚你有空來開房嗎 挑加個大神麻將手遊 即刻下載 二十幾年前入手的 我們評估一下兩萬元購入 來 請借價 還是不錯的啦 是 有賺啊 這個翡翠是真的 是... 相當不錯 好的 而且這些小東西 我覺得有的時候 可以送人 就是說我們也不用了對不對 要看哪一個姐妹套 尤其像... 我想送你 你也帶不了 好 但是你們... 你們的那個獅子會啊 比如說有新的會員來 對不對 你覺得這個女孩 相當不錯 可以送給她 是... 好想法 但是不要... 不要送給丁靜宜 我真的很少帶 還是要給喜歡 真的很喜歡的有緣人 對不對 像這一條 我覺得就很挑人了 它很奇特 很特別 但是一見難忘 然後還有雕刻 而且很不像素素姐的東西 你要收起就是雅雅的 那種... 很滑貴 其實很好看的 很滑貴有沒有 如果那種高齡的黑色的毛衣 這樣一戴下去很漂亮 在哪裡買的 在布拉格 在捷克 對 在捷克 是因為有一年 我跟我先生到奧地利 去參加一個品牌五十週年的一個 慶祝會 是 然後結束以後 我們想說既然到歐洲了 那就順便在周遭的國家 像匈牙利 捷克 走一走 結果就在那個布拉格一個廣場 是 我就看到它在櫥窗裡面 我就看很漂亮 我就要進去問 就說 How much is this one 然後他就跟我講一個價格 對 然後我想說 我喜歡 然後我就買下來 是 所以那個季節剛好是春天 布拉格的春天 多少錢才成交 有沒有殺價 那邊 歐洲基本上是不殺價的 不會假 對 它都是定價都是定價 現在可以了 現在可以了 這十幾年來 大概 對 大概多少錢 歐洲被我們大陸人 訓練得非常好 這幾年 是 我在二十年前去 我去歐洲 你知道嗎 下午三點 對 休息了 五點 怎麼買 晚上你逛街 逛什麼 什麼都沒有 但是這幾年你看 那也開到九點 因應亞洲人的 是 習慣 好 我們再來講這個琥珀 全世界最棒的琥珀 是 是 地中海這一帶 南歐 是琥珀的出產地 包含捷克 羅馬尼亞 這邊都有很棒的琥珀 沿海的地方 那這些琥珀 都是在遠古的時候 地質的這個變化 是 被埋在地底下 對 因為它原來是 是那種 是 很高的 然後它們分泌的那種樹脂 對 這就是樹脂嘛 所以指的化石 都是很大一塊 有的像卡車那麼大 對 可是等到那個地殼變化 尤其是冰河時代 是 所以它們被擠壓到哪裡 所以在海洋裡面 反而發現最棒的琥珀 叫海珀 對 海珀 那這些琥珀呢 因為它們原來在樹上 那樹上有很多什麼樹枝 小昆蟲什麼東西 它們都因為那個樹質 這樣留下來 留下來的時候 包在裡面 經過那邊的時候 就把它包起來 包起來 包起來 然後等到這個樹倒了 被推到海裡面以後 這東西還在 所以這是琥珀難得的地方 但是我們看它有花紋 而且甚至還有素姊朋友說 它是藍破 可是我看不到哪裡有藍色 可以照燈看才看得到還是 我們要知道 這個藍破的原因是因為 它是外層 有一層 以紫外線的 藍色的一個包膜 是 這是天然形成的 是 好 我們來可以用燈 我們按燈看一下 我們用燈看一下 看它有結晶體 有喔 裡面有喔 很豐富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呈現藍色的 有嗎 有 有 很明顯對不對 對 我之前以為它是綠琥珀 藍色的 藍色的 好的 結果朋友跟我講說 我這個是 藍破 是 對 所以這一串 而且這個造型非常漂亮 是 造型漂亮 好像我們在淡珠一樣 很華貴耶 是 我跟你講 我帶就像那個 要叫你師傅 不是 我帶就像那個 一瓶大元 帶草珠 是... 所以當初入手價買多少 二十幾年前 對 大概是一千塊是一千二 美金 有點忘記了 對 美金 是 大約台幣的話 三萬五左右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評估一下囉 來 現在多少錢好嗎 來 請建價 十二萬元 很不錯耶 這個料錢 是 現在找不到 找不到 然後你可以看到 這個圓珠的裡面 那個 好豐富喔 是 法太棒了 所以這一串買得值得 這 三部是要拿什麼掛錢 好 很漂亮... 你要掛我才少 真的很 很精采 所以有時候觀光牌 好像還是應該要買一下 這個買得還不錯 是... 一個回憶喔 再來 也是一個紀念 對啊 就想到當年在布拉格廣 對不對 再來 你看 黃金的 珍珠 圓珠 這真的是金珠喔 而且上面 還很用心的 選鑽也選 還幫它配了個鑽 這個好 它是不是可以分離式是不是 對... 它這個鑽是可以 兩用的 對...可以就是 可以掛各種不同的墜子 是... 來 廖老師 這個是你後來自己加的 還是山原來就有的 應該是我自己加的 因為它這個鍊子可以 就是掛各種不同的墜子 去搭配 對... 這條鍊子它是現成的 那個注膜台的 是... 那... 從正面看的時候長這個樣子 你會看到它這邊有一條 那個K金的勾勾 對... 這個還是活動的 是... 活動的 結果呢 你下面的墜子 這個墜子呢 這個墜子本來是一個墜子 是我們K金線要穿過去 結果你做了... 加了一個圈圈 這個圈圈是後來加的 那既然後來加的 這個是活動的 這邊 就應該要焊接起來 你這個是沒有焊接的 是... 你怕危險是不是 所以那個一扯就掉了 一扯就掉了 好... 再過來就是這一個 有點類似什麼呢 有一點類似我們的那個 那個牛的... 鼻環 牛的鼻環 做得太大了 不應該是這樣的 再隱密一點 好... 那你從後面看的時候 你看這個是活動的 在相攻的部分來講的話 這個是不合格的啦 是... 我直接這樣講啦 如果你是注魔台 以現在的注魔台來講 也沒有人會這樣做 所以你的這種相攻技巧 會造成你的墜子 我們下面的這個墜子 不管你是掉什麼東西 它有可能都會發生危險 很快就掉了 所以這個應該要換掉 我沒有說注魔台不好 是... 但注魔台一定要有一個標準的 一種工法 對... 安全第一 對... 安全第一 我們注魔台是便宜 但是安全第一 對... 非常的重要 否則的話 你今天這顆豬掉了 可能損失了幾萬塊 但是明天呢 有一顆紅寶 或者是像你的珊瑚 掉在上面 掉了它就碎了 那我們在講珍珠 因為很多的我們的來賓 有買珍珠 珍珠我再講 有幾個特別要注意的點 在買的時候 你就要筆記先寫一下 好不好 不要忘記 首先第一 這是第一 第二 不圓不滿 是... 第三 豬要大 是... 豬要越大越好 是... 然後最後一點就是 豬皮要夠厚 是... 豬皮到厚 這個... 這個形容詞 有些人就不是很清楚了 怎麼厚啊 難道要把它刮一層起來量嗎 不是這個意思 豬皮厚 就是你用十倍放大鏡看的時候 對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呢 因為現在在養殖 這個南洋豬的時候 以前都是用小小的豬盒 現在一用就用很大的 就是要素層斑 那個... 包得不夠厚 對 所以它形成的時間太短 是... 所以它豬皮比較薄 是... 這個就比較特別小心 是... 那您這個金豬 是... 金豬為什麼會有金豬呢 奇怪了 這個豬本來都是白色的 為什麼會有金色的呢 對 這個是金... 品種的問題 那... 但是因為顏色 有的時候 比如說 譬如說豬子 有的人喜歡黑豬 是 對不對 黑要非常黑 不能是灰色的 是... 灰豬就不值錢 好 那金要非常金 不能是黃豬 是... 那人老豬黃 那豬就不值錢對不對 那你這個金豬的金是不錯的 那就好 那那個大小也可以 十四米 十四米也很大了 是... 對不對 基本上也都是貴婦才能 貴婦級的啦 謝謝 所以我們來評估一下 你這個 我先問一下 素素姊當初是 入手價 這個... 二十幾萬來喔 那時候是 兩個一起買的 就是鍊子跟桌子 是一起買的 大概 便宜 這樣便宜會不會擔心 當初會不會擔心說 是不是天然的 但是已經二十年耶 保管得很好 所以應該是 利息不止的 剛才廖老師有講到 有機珠寶 什麼是有機珠寶呢 生命去培育的 不是 有機珠寶呢 它是什麼樣 它是... 比如說它是... 是... 它不是礦石 是 它是... 還是... 硬度還是比較軟 而且它是有機的 是 所以 比如說 珊瑚 對 貝殼 是 珍珠 對 虎珀 但是都屬於 橡牙算嗎 橡牙也是 那但是橡牙不能算珠寶 對 那這些東西 你在保養的時候 你在帶的時候 因為有汗水 對 所以很容易 被汗水的這個酸性褲蝕 所以你呢 我是用那個眼鏡布 軟軟的東西 然後沾水把它這樣 輕輕的擦 清水擦拭 對 對 為什麼不要上油呢 因為有機珠寶的毛細孔 都很粗 是 你把油上下去 看起來硬一點 但是你把它毛細孔堵死了 是... 它不會... 反而就不亮了 擦上去很亮 不能呼吸 對... 窒息了 好 那第二呢就是說 你在帶的時候 你的環境要小心 是 比如說你洗溫泉 千萬不要淘汰 對... 先把它想 然後呢 然後你擦乾淨以後 應該 用過的毛巾 為什麼呢 因為毛巾在製作過程 有那個漂白劑 你知道嗎 有漂白劑喔 因為毛巾那麼白 還沒洗過 還沒下水過 是... 所以你洗過以後 用過的毛巾 它的漂白劑 就已經沒了 對... 你把它包起來 你不能用衛生紙喔 衛生紙有螢光劑 是... 會有傷到它 是...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評估一下喔 這個十四迷金珠項鏈 價格多少 來 請見價 這算比較早買的 對... 沒有研究 尼敦道特別小心 全世界的騙子都在尼敦道 我最近... 我最近又去的一場 是尼敦道 我一到人家門全關起來 這麼漂亮的 太綠了 對... 基本就是老坑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評估一下喔 你這一個十四迷金珠項鏈 價格多少 來 請見價 十二萬元 這個賺得很大喔 恭喜 真的要參與珠寶姐 是啊 謝謝... 謝謝 你看看 感恩... 謝謝... 恭喜... 再來 你看喔 又是一根花 又來了... 珊瑚的花 而且我覺得素素姐 她是很追求實用性 她也可以當作凶聖 除了珠姐 對 素素除了追求這個實用 是嗎 這一朵是牡丹耶 是戶櫃 一樣 是... 一樣 花卉就是讓人很浪漫的感覺 是... 對不對 對... 而且她的帶法比較特別 這個也很漂亮 是... 栩栩如生 牡丹花 這個雕得更細緻 比剛剛前面的玫瑰花 那價格會不會更高呢 大概在... 差不多 十五萬左右 十五萬左右 二十幾年前 也是那個時候 最瘋的時候 兩個比起來 你看 這個是不是比較艷紅 對... 這個比較橘紅 與天然的沒有辦法 都一樣 不是... 這個就跟女人一樣 所以女人為什麼喜歡珠寶 兩種珠... 兩個珠寶不會完全一樣 而且我們經常講 女生不太喜歡撞衫啊 撞包啊 對不對... 天然寶石就是這樣 它漂亮在於 就像前老闆講 顏色也不一樣 對不對... 那如果款式是確定的 又不一樣 那就是代表你自己 因為這個雕刻款的 他們沒有辦法說 雕的完全每一個都一樣 是的... 它的特色 所以等於二十幾年前 那個時候 超級喜歡 因為人家 素素姐很相信 紅色黑大版 對 因為有時候搭配在 黑色衣服上面 真的是 紅色黑大版 買的都是對的 有很多人拿來我鑑定 這款 不對 染色 很多人都買染色的 是... 還自己很開心 對 想說撿到便宜 所以要特別小心 是... 其實珊瑚的東西 要講設計 我覺得廖老師 他對這個很懂 你看他當然那個... 台灣 我覺得他就是... 他把那個最低的價格 做成最高的價值 是... 對不對 那一支一支 沒有多少錢 對不對 那不是一張 我太多了 你要把蚵肉 這也是蚵肉嗎 酸螺 要整張的 你知道嗎 我知道 要整張的 那一支一支 那是下去 下去起來 後宮增盤算不是 有去看那個... 對啊 整顆的珊瑚嗎 對 我現在... 我現在跟你講好了 像素素姐這一個珊瑚 它是珊瑚頭 才會有這麼大 才會有這麼大 但是它整顆的珊瑚樹 出來的話 這個是開枝展葉 但是你那個... 用網子來撈的時候 撈起來 其實... 都斷掉了 然後那個珊瑚頭呢 它就變成是 我就切割 對 一塊一塊的 然後來做雕刻 它這個是整個珊瑚頭 它有可能可以切十塊 然後再來做雕刻 因為這個數量還滿大的 是 大家都喜歡花嘛 喜歡玫瑰花 喜歡牡丹嘛 所以呢 好 而且二十幾年前就入手了 那時候價格會不會比較好 假好... 評估看看囉 我們差不多十五萬嘛 對 是 來 請見價 二十二萬元 恭喜 是 這個喔 如果說是大陸同胞 我愛到真的是 嘖嘖稱奇 是... 有時候早年買喔 你那個時候 在封這些東西 好像也對喔 我覺得順瑞姐 那個時候買起來 現在聽起來都是 價格多還是不錯的 靜宜... 我們不是把它當作說 以前買多少 現在值多少 不是這個意思 那時候就買對了 它代表歲月的痕跡 你懂嗎 就是說你沒有白活 對不對 你每天都是在那邊炒菜 帶孩子 餵奶 然後你就一晃 你老了 什麼都沒有 就這樣回頭一看 沒有這些東西 我們講的是過程 你這樣素素對不對 是 它從三十幾歲 開始對珠寶有興趣 四十歲 四十五歲 五十歲 它這個過程裡面 它跟珠寶的這種交流 就是那個先從自己的了解 自己對自己喜歡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對自己有加分 然後買了以後 怎麼樣去搭配 這就是對面對自己對談的 一個過程 是 還走過必留痕跡 當然今天那個 不是買不買 對不對 買不買不重點 你不買你也沒有存價錢來 對 是不是這樣 你這個珊瑚它 因為是長在海裡面 所以如果是 大概買賣的價格 可能是最低的 那今天最後一件 其實也是 叔叔姐最想要知道 到底有沒有買錯 也是最擔心的一件 為什麼 叔叔姐 它很漂亮 因為這一件也是 早年在香港買的 是 多久以前 多久也是大約 二三十年前 對 那剛好跟朋友 走過那個 最有名的迷墩道 香港迷墩道 迷墩道特別小心 是 那那時候 因為也不是很了解 那只是看它外型 還滿漂亮 它有一個黃罐 是 那又綠綠的 對 那我想說 問問看這一個 大概多少錢 那個時候你買多少 大概 港幣大概五千塊而已 所以叔叔姐 妳是很偉大耶 妳對人類的貢獻 非常的積極 而且我走到任何一個地方去 這邊 不啦 廣場買的 不啦 不就要買個什麼 對不對 到佛西米亞去 一定要帶那個水晶瓶回來 你到東區明耀後面 對啊 就是要置入你的店是不是 對 去延期間一定要 秦老闆那邊 去千萬別來 千萬別來 我還去過那個 撒哈拉沙漠 那買了什麼 駱駝 買了那個 原來是你說買駱駝回來 也是珠寶嗎 沙漠玫瑰 是一種結晶體 真的啊 對 好像沙子的 一種結晶體 對 很漂亮 因為你之後才會想想 我去過那裡 對 我看到這個我就想要 我去過布拉格這樣 對不對 一個回憶 是 我說還走過必留痕跡嘛 還好你又帶小物件回來 是 那個梁又嵐帶那個 水晶玻璃瓶 那是真的 那是真愛 但是這個為什麼我說 說實在也會很擔心 是因為早期 這算比較早買的 對 沒有研究 對 那個時候又很多 逼迫說實在 是 也會怕 對 到底買貴買得錯 這個真的是比較擔心 你看這麼漂亮的 翡翠 對 基本就是老坑 對 兩萬五可以 這要五千港幣 當時二十多年前 五千 差不多 兩萬 差不多 因為還滿細細的 是 只是說 因為在看我們節目都知道 錢老闆常說 你如果要到香港買東西 記得多買一張機票 帶著我去 帶著我去 對 可以回答出來 一定是有看我們今天 是 我最近 我最近又距離一場 一次彌頓到 我一到人家門全關起來 知道我來 行了 來了 別開店 來 還踢管了 來 我來評估一下 評估一下 最後一件 請見價 一千元 台幣嗎 台幣一千元 好失望啊 那我們來上一下 我們來上一下光譜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真的 這個到底是三年了 那結果真的 我們來差這麼多 對 太可怕了 這個 買東西就不要特別注意 因為買的 賣家常常就是口若懸核 是 跟你說得差不多 來 我們看一下照片 結果騙人 是 來 你看 有氣泡 你知道嗎 真的 對啊 我 當作火車在賣 對啊 這彌頓到賣了 對 對 台灣 台灣這裡就很多珠寶店了 你住在這邊 你就在這邊買就好 是 好可怕喔 出國 千萬不要買珠寶 是 就 聽了心都碎了 怎麼碎到 我們2015年去巴西秘魯的時候 不是會帶去珠寶店嗎 那個都名牌 去參觀他們那個工廠 對 那個是大品牌喔 大品牌喔 進去每一個人說 瑞士 你這個可以買嗎 我覺得那個 那個祖母倫可以買耶 我說 買了回去 你還要再 飛回來這邊找他們 要什麼東西嗎 你要的話就找我就好了 找秦老闆就好了 幹嘛 他找我 是 對 你買珠寶是高價的東西 在當地買 最好在你的鄰居 就跟他買就好了 有問題找他 對 對 對 所以說真的喔 這件越看越傷心 今天這最後一件 真是我們前面都還不錯咧 最擔心的果真還是 前面都買對了 對 這最擔心還是發生了 這個 但是你看 帶來大學寶家 一鑑定我們就有答案了嘛 今天也是很有收穫 也要謝謝叔叔姐 跟我們分享囉 謝謝 謝謝 謝謝叔叔 感謝 請老闆 謝謝 謝謝